观众朋友们好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 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我现在这三天都没有夜尿 我不知道醒了 一直睡到天亮才醒 睡六个钟八个钟才醒 所以我又不需要夜尿了 相信谢女士的经历 为大家带来了希望 那也提醒大家 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是有解决之道的 如果您或您的亲人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更多详情 请您访问健康520网站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520网站上提问 将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在这里也声明一下 雪女士的故事只是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 效果可能会因人而异 那建议您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疗补充品前 都请先咨询医疗的专业人士 干净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心 中共党魁亲自下场讨好西方商界 但是为何却树敌越来越多 房地产被砸烂了 中共之下最牛的国资委 是如何变成了最惨的接盘侠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中共党魁终于见了西方商界人士 但是一直高调在中国的苹果CEO库克 并没有出现在中共官方的会见名单 和会面的照片中 尽管中共党魁做出了老乡别走的姿态 信誓旦旦的说正在谋划和实施 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并且日经亚洲也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说习近平还在会面时表示 他认为华府和北京没有脱钩的必要 他希望美国契约在中国继续投资 但是市场怎么看呢 我们看到最快的就是资金该跑的 还是继续跑 3月27号中国股市主要股指跌幅 都在2%上下 上证指数又开启了3000点的保卫战 北向资金一天撤走了72亿 4700只股票下跌 成交额也很有意思 是8888亿人民币 这个成交额也太应景了 四个八 这是不是资金在和你中国市场说拜拜呢 一位投资了A股的朋友说 200斤就是这个中共党魁 对美国是服软了 但是不管你口头上怎么表态 说你憋大招就经济 其实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现在你是怎么折腾效果也不大了 再一个是 他这边说的和他做的完全是两回事 资本逐利 但是资本也是厌恶风险的 资本现在关心的是 你的反间谍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数据法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赚钱 但是不想要被抓 好吧 赚钱也得好好赚 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曾林 在本周稍早的时候 向德国之声表示 让中共党魁习近平而非总理李强与美国的商界领袖见面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安排 只不过是拍照作秀而已 报道说北京近几个月来对外企释出的政策信号矛盾不一致 一方面是中共还是收紧了对经济的控制 例如修订了反间谍法并强调 中国要往科技自主的方向去发展 但同一时间也是另一方面也有稍许放松的迹象出现 比如部分松绑对跨境数据传输的管控 那曾林认为现阶段对外企来说仍然是存在很多问号 那单靠官方重复表明开放的态度 这对外商来说是说服力不大的 虽然商界巨头在中国市场上是有巨大的利益 例如苹果的CEO反复说非常重视中国的市场 但是数据反映出了一种脱钩的趋势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最近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入出现了下滑 根据麦肯锡全国研究院的数据 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 从2006年的16%下降到了2020年的10% 一方面是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 贸易和出口方面的针锋相对措施 以及中共当局追求自给自足的努力 正在挤压在华美国企业的生存空间 那另一方面是 中国市场对美企的吸引力出现了下降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了几十年来最慢 那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减少 尤其是对外国品牌的消费 那这两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就是 许多跨国公司从中国发出的产品越来越少 那中国曾经不可阻挡的出口机器正在面临衰退 这是从中国出口海外 那同一时间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也越来越少 国际商业巨头从中国获得的收入也越来越少 那这些变化都促使一些跨国公司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美国和其他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 但是现在他们所占的份额是不到三分之一 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中说 中共党会习近平虽然换了个姿态 但并不是从习式文革变成了习式的改革开放 他只是想要两样东西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金 那从股市和外资直接投资金额的持续流出 相信聪明的资金是不会轻易就被这个 心智生产力这么虚的名字给忽悠了 技术方面中美科技战或者说是这个芯片大战 仍然是如火如荼 而北京这边已经是被美国远远的抛在身后了 那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下滑 国内严重过剩的产能低价向海外输送 这让中共当局成为全球主要国家 在贸易上对抗的一个目标 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是在周三的一个演讲中说 他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和生产模式 伤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 也伤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 他计划在今年4月访问北京时 向北京施压 说要求中国提高工业产能 避免扭曲全球经济 那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 在3月26号发布的最新研究也说 北京的产业政策将加剧 国内供需之间的日益失衡的情况 也让北京或者说中共当局 走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对抗之路 之前我们经常提到 中共党会习近平在提出新制生产力的同时 是给出了三个典型的行业 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组件以及锂电池 而这其中的两个行业正在对欧洲 还有北美造成严重的威胁 因为来自中国制的电动车太阳能组件 正在以低价伤害他们本土的企业 除了北美和欧洲之外 南美的巴西也在关注中国制产品 低价倾销该国的情况 所以未来在产能过剩和低价渗透海外市场这些方面 中共当局已经成了公敌 要面临全球的声讨了 除了产能过剩 技术方面 全球对中共围堵的这个网是越收越紧 美国正在要求同盟国 对中国维护芯片制造设备施加更多的限制 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周三说 美方正要求盟国阻止国内公司 为中国客户的特定芯片制造工具提供服务 中美芯片战打了好几年了 那目前中共在芯片领域的技术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在过去一年里 一些中国本土大型芯片企业 是纷纷发出了亏损的警告 龙星中科说 公司在2023年净亏损达到了3.29亿元人民币 合计是4550万美元 而2022年公司是盈利520万人民币 该公司去年被美国商务部市 列入了黑名单 禁止获得美国的关键技术 龙星中科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 说该公司的研发成本是飙升超过36% 此外半导体研究分析机构 Tech Insights的高级研究员琼斯说 据他所了解到的 目前中国制造的半导体的光刻设备规格 远远落后于荷兰芯片制造商 阿斯麦最先进的设备 不过他也说如果北京当局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 那最终有可能是赶上世界其他国家 但这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 大家想一想十年的时间 其他国家的科技和技术会有怎样的进步和飞跃呢 所以中共党魁他能不着急吗 这简直是被甩了几个银河系啊 所以中共党魁也没闲着 根据中共喉舌新华社的报道说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与荷兰首相马克旅特交谈时说 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他们科技进步的步伐 特别是讨论至关重要的半导体行业 很明显中共党魁这是盯上了荷兰的光刻机 荷兰公司阿斯麦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使用极子光刻技术 制造先进半导体的机器生产商 但是荷兰在之前呢已经回应了美国盟友的呼唤 就是会限制阿斯麦出口这些制造半导体的先进机器 给中资的企业 所以目前看来啊 中共当局究竟能不能挽回外资的心还不知道 但是在产能获胜和芯片战这两个方面 目前来说跟中共当局对抗的西方国家是越来越多了 说完了外部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大陆的情况 周三财经账号财化连篇在腾讯上面发了一篇文章 文章写得很有意思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文章说在国内有一个地方的国资委 被公认是投资界的扫地僧 控股和参股的上市企业超过40家 总资产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 每次在企业危机时刻 他都会看准时机出手救援 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从万保之争赶走野蛮人姚振华 拿下了万科 再到美国打压华为出手接盘荣耀 再到差一点接手了苏宁 一桩桩的事迹 让他获得了最牛国资委的称号 那这是哪家国资委呢 他就是深圳国资委 但是昔日最牛的国资委 现在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 因为他踩到了房地产的累 从恒大到华南城再到万科 这个深圳国资委真可是可以去买彩票了 三个大雷全部中招无疑幸免 先说说他是怎么踩中恒大这个雷的 作者说恒大爆了之后有一个大枯竹 一直默不吭声 这就是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 从天眼查看到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是 恒大地产的第二大股东 持股比例是达到了7.05% 而深圳市的国资委 对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是 百分之百的持股 那深圳人才安居在2022年12月30号 从山东高速集团手里是 接盘入股恒大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接盘侠 因为恒大从2019年就开始财务造假 公司早就不行了 深圳人才安居是花了250亿元来接盘 一分钱还没收回来 恒大就爆雷了 在公司破产赔偿的顺序中 这个股东差不多是排在最后了 所以踩中了恒大这颗大雷 这250亿基本上可以说就打水漂了 那第二颗地雷 华南城是怎么踩中的呢 作者说今年2月华南城公告说 预期不会支付2月9号到期的 一笔强制赎回换 和2月12号到期的一笔利息 随后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 就跳出来说 确认华南城上述两笔债务 均未支付 当然这就意味着 华南城是正式违约了 而这个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 也是由深圳市国资委100%持股的 值得注意的是 深圳特发集团入股华南城 真的是来奉旨接盘的 因为2021年下半年 华南城就出现了债务问题 而到了2022年的5月份 深圳特发集团才收购 华南城29.28%的股份 成为第一大股东 那作者说 华南城债务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很有可能走向破产重组 那深圳特发集团投入这么多真金白银 必定是亏惨了 问题是 为什么要在华南城出现问题的时候 去入股 去接盘他的项目呢 那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 又由谁来负责呢 这是两个已经爆了的大雷 现在还有一颗即将要爆的雷 在等着这个深圳购资委 那就是万科 去年11月万科遭遇股债双杀 除了得到大股东 同样是深圳市国资委100%持股的 深圳地铁集团力挺之外呢 深圳国资委自己也站出来给万科站台 说如遇到极端情况 将通过一切手段帮万科积极应对 那万科未来一年要还的债务 是超过445亿 而截至2023年三季度 万科的总负债呢 是1.24万亿人民币 这个偿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现在万科靠卖房子是不靠谱了 因为今年1月2月 万科销售额同比下滑了43% 作者也说啊 万科这个雷啊 说不好今年上半年就能爆了 这个一次踩中三个大雷的深圳国资委呢 我的一位投资界朋友说 他说这个消息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现在加强党的领导 说这个中共党啊要管金融 党要管一切 同时党还要做大国企 这些啊都是中共想要的 但是现实是什么呢 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The elephant in a china shop 就是大象创进了瓷器店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砸烂一切 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一锤子砸烂了房地产 现在轮到国资委来做房地产的接盘侠 那这充分说明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中共党魁真的是瞎折腾 那朋友继续说 事实已经被无数次证明过 国有企业是走不通的 是死路一条的 虽然国企集中了太多的优势资源 但最后就靠着垄断过日子 所以他们的效率是非常低下 他们也不可能培养出人才 也不可能出什么创造力 那把这些国企做大做强之后呢 他们还会挤占了社会的资源 本来这些资源是可以用于民间发展的 但是被这种巨无霸给侵占了 还浪费了 所以啊任何一个本来发展挺好的行业 只要中共一介入就完蛋了 对于深圳国资委的这篇文章呢 有网友留言说 用国家的资金去抬高房价 高房价用来盘剥购房者 房地产的泡沫怪不得不让你爆 我们看啊 中共党魁砸房地产的时候像只大象 救世的时候却变成了只蚂蚁 周三看到的最新的救世消息是说 北京离婚三年内不得购房的政策被废止了 但是这相较于香港在二月底 一次到位全部取消各项购房税的 刺激楼市的做法 这还是在挤牙膏 市场现在是完全不看好这种挤牙膏式的效果 因为之前在上海也好 深圳也好 北京也好 都在今年初啊 持续这种挤牙膏式的放松了各种楼市的现购措施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效果是 这些措施完全阻止不了中国房地产市场 继续下沉的脚步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